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歡迎收看愛爾古蘭大冒險 大家知道我現在在哪裡嗎 嗯 俗話說 路邊的野花不要採 可是公主我採不是野花呢 我是嬌滴滴的溫室裡的花朵 突然好希望人送我花喔 想當年想追我的人都排到對面去了呢 在這邊的生活也是滿充實的 想要花我還是自己去摘好了 跟我走 愛爾普蘭啊 看你這樣貌然闖進人家店內 是要當偷彩花大道嗎 好啦廢話不多說 今天來到的是專門經營盆栽或景觀植物的花房 小小隻被引魂是誰啊 奇怪怎麼都沒有人啊 嗯 都沒有人 你就是來台灣接受訓練的愛爾普蘭嗎 對我就是 老闆娘好 你好那你今天來幫我的小幫手好嗎 好可以嗎 謝謝 這邊因為昨天風很大把一些植物都吹打了 麻煩你把這些植物扶起來好嗎 好 我現在就來幫忙扶他們 我要來扶植物囉 哇 沒想要看起來小小的還是蠻有重量的 沒想要看起來小小的還是蠻有重量的 因為四萬植物有一些都是用泥土種的會比較重 嗯 嗯 我說愛爾普蘭啊你也出出力啊 躺在地上的盆栽都還等著你來拯救呢 看你才搬起一盆怎麼就沒力了呢 你 怎麼就這樣子跌落在地上了呢 啊 還卡到別的花 你 還好嗎 我 讓你重回土地的懷抱 好好的長大吧 花兒 欸 那個那個 現在是嚴請台灣最紅的 八點長江湖 聽你們啦 海鎮花系列的重塑江湖啦 約日做完老闆娘交代的工作要給你啦 喔 那邊好像有一個人在買花耶 偷偷過去問他買花做什麼好的 欸 大姐 大姐 你平常都來這邊買花嗎 對 對 對 啊你買這些花是回家自己種好玩的嗎 我 我對野藝很有興趣 所以我會整理它 然後 當季的話我都看花型很 很漂亮或者很特殊我都會買回去種 所以這些花都是當季的花 然後你就覺得還不錯就買回去 對啊 像這個花型有 有點像拖鞋籃 拖鞋籃 對 所以小小的然後很可愛 然後它又會開花 然後又好種 看到客人對圓圓的熱愛 以及對植物充滿豐富的知識 艾爾普蘭你要好好學起來 才能夠帶回去給你的人名啊 這是天使 然後那個是一般的天使 青花色也不一樣 都是天使 這邊是帶有點樣的 我那天有買紫色的回去 這個是紫白 就是一朵畫兩個顏色 然後這個是白色的 它有比較桃紅的 這個是紫的錢 我完全看不出哪裡 天啊 天啊 天使是紫色的 真的是天使 它花型喔 花型用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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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修掉 好啦好啦 嘴巴不用張這麼大 俗話說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嗎 要學習的事情還有很多 趕緊跟上老闆娘的腳步吧 教你怎麼樣挑草莓 好 剛才看人 打電話過來要訂貨 然後一般我們就是 先選漂亮的 你像這一種的話 植株就比較陌生 對啊 那有的就 像這個就比較小 喔 所以一般我們會先 挑大的 大的 對 大盆的 比較陌生的 對 那你可以 嘗試看看 可以 看看嗎 好 就盆 對可以 可以嗎 這盆栽可以 對 或者是說像這個 有個比較陌生的 你可以把 拿起來看看嗎 這個 這個很多 對啊 這個 好像還可以再長大一點點 對 你可以再把它更陌生一點 對 挑葉子陌生的盆栽 這種小工作應該難不倒你吧 老闆娘說 開完花後 花托會發育成草莓的果實 換言之 我們平常吃的並不是草莓的果實 阿姨剛剛先去忙了 她現在交代我要選 十盆草莓 像這個 草莓長出來了 阿姨不在 她又交代我做事情 偷吃一顆應該也不算什麼吧 阿姨不來你 你認識 貪吃鬼來到台灣還是貪吃鬼耶 看你笑得這麼開心 每個人訂貨的草莓也不放過 等等我要告訴老闆去 哇 這盆葉子好像很大耶 應該要符合阿姨說的那個 葉子很茂密的期待吧 先放旁邊好了 看看別盆 這盆 怎麼好像有點小 但是它草莓長出來了耶 又是剛剛那個小草莓 我好想念它的味道 偷吃一口好了 這個好像有點酸耶 又那麼小 先放回去好了 慢慢長大 好嗎 我還繼續挑別盆了 客人在催囉 丫頭隻手腳也要俐落嗎 挑完草莓老闆娘有交代 待會兒去替前面的聖誕虹 穿上塑膠套喔 剛剛阿姨說 要像穿衣服一樣幫她穿衣服 現在把她抓過來 要撐得漂亮喔 撐得漂亮喔 撐得漂亮 來 撐得漂亮 來 撐得漂亮 越有新的盆栽來了 要拿漂亮一點的 哇 這盆 好像跟我一樣漂亮耶 那我們來這邊裝好了 這邊才有位置讓它站著 好像穿衣服一樣 阿姨捧蘭 小心一點 聖誕虹比你焦貴許多呢 聖誕虹學名一品紅 外外色彩充滿聖誕節的應景氣氛 我成功了 把它穿好一件衣服了 看到了嗎 我也是可以幫花草穿衣服的 由於聖誕節將近 聖誕虹也是用來擺設的 著名紅色花卉唷 替聖誕虹包裝完畢之後 讓我們去瞧瞧 老伴娘正在後面花園裡 忙些什麼吧 這裡好多盆栽喔 不過那個 那一盆 怎麼好像長得跟別人不太一樣 好像怪怪的耶 來問問看大姐 是怎麼一回事好了 大姐大姐 這葉子是不是生病的啊 這也不是生病的 它是雕蟹 雕蟹之後雕蟹的 然後你像玫瑰的話 開過的話 我們一定要把它修掉 修掉 對要修掉 玫瑰開過的話要修掉 那它還會再長嗎 對啊 你像它這個 就是之前有開過 然後它現在已經長脆芽 結花包了 像這個都是有修過的 修過還會再繼續長出來 會會 玫瑰它比較需要修剪 喔 對對對 那所以我們 你要嘗試看看嗎 可以嗎可以嗎 可以啊可以啊 我這邊有剪刀 哇 剛好有一隻 謝謝 那我要怎麼剪 來我教你一下 好 你像它這一個 嗯 它從這邊長出來了對不對 嗯 然後我們是留下面 這一小段 嗯 其他的地方 從這邊剪 喔 一口氣剪掉這麼多 對對對 因為你如果只修 你如果只修這邊的話 嗯 它改天的那個枝條會變比較細 喔 它包會比較小一點 原來是這樣 所以一般我們修剪的話 是從下面這邊剪 就是剪成長 不要捨不得 它的話 以後看起來就會漂亮 喔 水隻 這個讓你嘗試看一看 就從這邊剪下去 對 啊 啊 好多葉子 接下來就交給你囉 好 大家看到了嗎 它 也是枯掉的玫瑰 我來剪掉它囉 不過這次大姐不再好 我有點緊張 我到底要剪哪裡比較好呢 然後大姐剛剛好像說 留一兩個結 不然 我剪這裡好了 等一下剪壞了 老闆娘應該會幫我解救它 剪下來了 美麗的玫瑰 好多次啊 先丟旁邊好了 嗚 愛原普啦 你可要想好再下手啊 不然再長出來的玫瑰 可是會不美麗的 這裡好像有一隻雞耶 天啊 這是雞吧 這應該是雞吧 這是雞吧 這是雞吧 看起來好好吃喔 天啊 這屁股也太大了吧 輸不了了 嘿嘿想不到吧 不論是大橋木 小橋木或是灌木 都可以經過修剪 達到美化景觀的作用 愛日普蘭 又把這項技術 帶回你們的國家吧 看你這麼開心的樣子 經過一整天的工作 雖然辛苦 想必收穫不少吧 看到了嗎 看到了嗎 在那裡 在那裡 他長了跟我家 付付了好朋友 黃黃好像啊 我還是跟黃黃完了 我現在要過去囉 我要過去囉 我原來是個這麼不討喜的女人 啊啊啊啊啊啊 你這隻招誰惹誰 人家一臉不歡迎的樣子 就別去騷擾她啦 好啦好啦 剛剛老闆娘有交代 得將小盆栽分撞到袋子裡 收起杯上 宅們工作去 我成功放滿一包了 有點美麗 這就是我的厲害啊 沒辦法做什麼那麼強 我弄死一朵花了 不要跟別人講好不好 噓 你們沒看到 噢 好可怕 這還繼續工作好了 噢 被我抓包 歡柔一點嗎 要分帶的盆栽不少 愛爾普蘭加油啊 看到這些花了沒有 噢 叫我包這些花 根本一塊蛋糕 噢 超容易的 再來一百盆也沒問題 噢 大姐 大姐 你交代給我的工作我都做完了 好 謝謝 然後為了感謝你今天的幫忙 我這一盆花送給你 噢 謝謝 對 對 謝謝 噢 真的 老闆送我這個 太感謝他了 噢 但 有了這盆花 應該更能襯托我的美麗吧 想一想 今天在店裡忙了這麼久 我學會了包裝 還偷偷吃了草莓 大家一定覺得跟我一樣是充實吧 但是 訓練是不會一直在今天就結束的 大家 趕快follow我 公主的聲音 一起去大冒險吧 呦 各位觀眾請記得持續鎖定公主的背影 艾艾布是不是 請持續鎖定收看 艾爾普蘭大冒險